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前面有几集的节目都在讨论台湾的老矿工的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的喉童矿工文物馆面临到它要被停业的危机 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珍贵的文物 以及台湾非常重要的历史 所以今天参赞之关会客室跟工库的团队 我们就到了喉童矿工文史馆这个地方来做现场的采访跟报导 等一下我们就会邀请到上过我们节目的周曹南先生 以及在台湾非常重要的工运的前辈毛振飞 他同时也是现在在负责这个地方导览的毛振飞先生 来跟我们谈这个地方的历史 并且我们会到文物馆里面来做相关的采访 然后一个一个来看这个地方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保留哪些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去先访问这个周曹南先生 我们今晚做过这个胡同 我们矿工博物馆的这个节目 那其实当时都是跟这个周大哥是用视讯的连线 今天看到你本来 谢谢 特别来这边看 我们就要一路走过来这真漂亮 这他有很 不只有山还有这些西 有山有谁 有矿业古迹 对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 不管你是从休闲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你要去这个做文史的认识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比较可惜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去另外一边去看鸟 都没有双快这边吃 其实搞定是好山好水好地方 也是矿业古迹 是台湾省最大煤矿的所在地 但是因为煤矿收起来以后就被猫取代了 非常可惜 矿业文化是无穷无尽的是台湾本土的文化 被猫取代了 我们这个矿业文化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说我们这些老矿业退休以后 就不忍心这些矿业历史被遗忘掉 早期的台湾的煤炭支撑了台湾的国防经济交通民生 都是靠煤炭 特别是用矿业的匪和寿命去换来 特别是用矿业的匪和矿业的这些辛酸的故事 都没在台湾的法庭和国防经济交通民生 所以整几天你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退休金 自己的退休金 然后把这个地方承租下来 然后看到这里面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博物馆 也不只是有博物馆 那是博物馆等级的地方 我不敢说博物馆 其实有什么在做这个呢 因为我没有叫政府做政府 政府 我们选票上叫政府都没在关心 所以你一开始有请政府来做 有啊有请政府做 政府在做矿工纪念馆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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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故事 那里面就是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而已 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故事 我们就说这样不可以自己做 对 自己做没钱 母的说 没关系 政府给我们三千五的六六年金庭 来做 我们的六六年金庭 我们这个馆虽然做得 做得很简单 里面的设备也很粗 但是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你不是走那个精致路线 不是什么精致博物馆 里面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扎实 非常踏实 而且都是远见 我们这是很粗糯 很实在的名字 有一个 有一个 博物馆的教导 告诉我们我们这是 摆在地板的博物馆 名字没办法 展示架 不经常都展示架摆在土甲头 你没办法 名字都摆在土甲头 他笑着 他说 他这台湾性独一无自己的摆在地板的博物馆 所以 现在你们就面临到比较大的危机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跟你们讨问的时候 你说高近年的六月份 要收回去 所以这本地 就是这个矿主 他的所在 对 他有什么收回去 不是 不是当前危机 是最很大的危机 很大的危机 文事馆是 矿工的事情 是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空间的事情 以前对国家的共产典 很大的事情 已经都被社会遗忘掉了 我们这五年来 整个毛主席 给我们帮忙 做到大家都 大家都有感关心 做到大家都站起来 这个历史又被找回来 这个故事也被找回来 但是 这个所在是 我们把老闆做的 对 把我们不是说老闆做的 做的是近年 六月 现在六月 还准三个月而已 他就说不需要做我们 他要偷偷回去 我觉得很可惜 我们联署 郑宜文老师 才告诉我们 我们来联署 拜祭政府 给我们做一个公立的 礦工保护馆 但是这是苏林的三月 你是不计划 他要收当时的管理 他要收 当然 所以我们 政府可以做什么 政府如果 政府给我们做的时候 政府可以去找地方 他有钱 我们没有钱 都可以找地方 年轻也大 我八十一月 我可以再做几年 所以也说政府来接受 这个事情可以延续 可以永远传承 我跟母亲 我们都七八十月 做三两年 我们都联署了 就没了 如果政府来接 年轻人会进去 年轻人会进去 让我们政府 如果我们不会死 我们把我们的故事 和北斗来的名字 都给他传承 他们来博 以后这个 矿业文史 矿工的文化 倒不会 转回去 永远 那你用往政府是怎么做 譬如说他在另外一个 找另外一个地方 把这些文化都刷过去 还是怎么 我最希望的 政府 应该政府来把老闆参照 老闆这个座材 应该 转起来 就是怎么 叫政府给他租 甚至如果不说 政府给他封面也可以 老闆如果 敢 其实 这个 控制文化 这个控制故事 是我们台湾的 共同 共同的故事 不是我的 不是老闆的 是我们政府的 是我们社会大臣的 所以应该是 我们 国家出面 来跟老闆说 老闆说 老闆也要有兄弟 拿出来 把这奉献出来 或是来背后老闆 或是做一个政府 这些所谈的 永远希春珍 在住这里是最有味道的 因为空间在这里 所有的建筑物 都是以前的 工作的地方 这有感情 有历史 有故事的 那个标 住这里非常有的 如果可以的就是说 拜托政府来跟老闆参想 说 做给政府 还是不给政府 在这些所谈 完全来 继续来 来经营 我们把所有的名字 都贡献给国家 来国家来做 这样 这个名字就不会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 我们开始办公室的 抢上照片 我们看到这个 劳动部部长 经济部部长 还有立法委员 都有来过 市长也有来过 市长也有来过 市长也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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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内政部部长也有来 还有侯友宜市长 都有来过 所以应该接受 以后 重复后 当时在选计 选计 赖清德 当时的副总统 他的老家 也引发了很多的 这个关注跟讨论 那时候到现在这段时间 差不多一两个月时间 政府 你有接受吗 双一双 因为大家都很没用 双没条就没用 双条也更没用 所以我们不敢去插人 我们是有 用我们的联署 来传达我们的信息 就是说 我们跟六月一定没了 政府拜托一定帮忙 但是现在政府好像 好像有看到 有叫我们来接受吗 没有来跟你们接受 有来跟我们 跟我接受是没用 跟我接受 我是把所有的名字 都说到国家 我之前我就要出现 对 现在就是说政府 有去跟我们的老家接受 有跟老家接受就对了 老家听说是有 口头答应 说要让政府 如果政府做 他要让政府继续做 因为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是 这个文化是大家的 我刚才跟老师报告 这个文化不是我会的 是国家的社会代表 这应该要保障 所以 有这个 有这个 听说这件事 但是要不真的订案 要不证实 要不证实 所以还有很多变化 像是这样做也不知道 对 如果是希望 这个听说 这个方向是可以证实最好 对香港也好 对老家也好 对国家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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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盈 对 当然是全盈 因为我们较少认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厄主 也说他也不想做什么 其他的用途 这也有固定的 这个房租 对 他也是有固定的 也算是不错 当然顾主 他自己的小毛病 不能够勉强 政府如果看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这个 为三个角度 或是说为力量的角度 或是说为这个 勒动 勒工的角度 都是很重要的 一个文化 这也在去发展 一种文史的观光 也是很重要 也是很可以做的事情 对 做到观光也会做得很好 做到的 高通也会发展 对 他这个商店 如果很有客人 他这个商店也会 偷地也会增值 大家都好 好 今天很感谢我们座大哥 因为我们本地 是要跟你继续訪問 座大厂厂厂 还有事情 所以我们等一会 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去找 毛振飞毛大哥 来帮我们介绍 导览这个文史館 好 谢谢 很感谢老师 还有感谢你的团队 为我们康工文史 大家来跟我们一起 跟我们打招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好我们等一下就请 毛大哥来带我们 来去认识 导览这个文史館 好 我们刚刚听了这个 周朝延先生 来跟我们介绍 这个历史 还有这个面临到的危机 他们其实会解决方法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 侯同这个矿工文物馆 特别要做的一件事 是带大家实际来看 我们这个现场的状况 然后这个矿工的历史 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环节 都有它的 不管是从经济发展 或是劳工的血泪来讲 都是值得我们要去留意 并且要把它保留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 我们这个 毛振飞先生 也说我们在 这个台湾公运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辈 来跟我们介绍 来 这个 来跟我们介绍 这个矿工文物馆里面的 一些陈设计 他的故事还有历史 那我们就请这个 毛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介绍一个这个牌子 这个叫灰白 这是每个矿工身上 都有这样的一支牌子 你进到矿场的时候 就跟这个 这个充电小姐 副的充电小姐 就拿这个牌子 就换安全电池 我们那个电池是 只有它有钥匙打开 打开以后 放电池 然后 换完电池 你进坑了 这个牌子就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灰白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名牌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牌 然后名牌去换电池 就换电池 然后这个牌子就表示说 你放在这里 就表示你进坑 你在这里面工作 在这里面 你出坑的时候 电池换它 就把这个牌子拿走 表示你出坑了 那我们这里面 曾经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 到四点多 照道理大家都应该出坑了 可是还有一个牌子 放在这里 表示这个人还没出坑 那结果这个人是瓦斯自己 使在里面 因为有煤炭的地方就有瓦斯 所以这个牌子就很重要 是在管控这个人 有没有出入 然后这边 这个牌子还有一个东西 上面有一个合格证 这是后期 后面才开始有合格证 你说牌子上面 其实有多了几个 多了几个 因为它有一个电池的号码 电池箱的号码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功耗 它的功耗 然后它这个是 合格证是一个 一个过去发展过的 因为我们这边曾经有在坑里面的是 早上七点才偷包 它九点就抬出来了 所以当时很多矿工进坑 没有几天就死在里面 是因为完全没有受训过 比如我二十三岁进坑的时候 是老师傅带你下去 好歹你自己去 所以其实早期的矿工有很高的比例 是所谓的师徒制 或是跟着就进来 所以它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执照 或是检验的 或是训练的过程 就直接来 那不是很冒险吗 因为里面非常的 非常危险 那是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尽量有人进去 一两天就死在里面 后来政府发觉很严重 就开始有一个合格证 就是政府先给你训练 训练完了 你拿到合格证 才可以下坑 而且这也是到民国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才有 比如像我在 我二十三岁进坑的时候 那个六十三年 六十四年进坑的时候 我并没有合格证 也是一个老师傅带你下坑 所以那个就是不断的有人这样子 进去一天两天就死掉 所以我们这里 就是刚刚讲的 最年已经十九岁 早上七点才偷包 九点就抬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面最年已经死在坑的十五岁 这么年期的啊 这么年期的十五岁 所以后来这合格证发展就是 就是过去就是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然后这是陆坑要减深 这叫减深室 减深室要去看他的身体 看他有没有带香烟 打火机 有没有带危险物品 带危险物品 OK 我们很强调不可以带九十 因为我们在地底下四百公尺 四百公尺就每下降一百公尺 第一个上升三度 所以下降四百公尺就上升十二度 坑口假如说三十度 里面都四十几度 所以我们会互相称为 我们是脱口的压力 因为在里面都不容易穿 因为穿得很软 所以净坑一定要看你 矿工喜欢喝酒 非常非常喜欢喝酒 像我以前也很能喝的 可是喝酒对我们来讲 净坑非常非常危险 那就会出事情 所以他不可以带香烟 不可以带打火机 不可以带酒下去 有人水壶里面都放酒 他没有喝他没办法工作 可是就是没办法 就是会严格查 可是还会放掉 所以我们拿到了这个龟白亚之后 换了灯 然后进来就要经过检查 检查之后才能够进入这框坑 所以这个都是在收身 收大家的身体 就是准备进坑 那这一张相片它比较很经典 就是我们要下坑了 你看这个坑口 往下走了 那下坑这一张相片拍得很经典 就是没有一个有笑容的 因为下坑就是一个苦难的开始 有来的四十几多 而且你的工作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这张相片当时你看的就是 要下坑的人 并没有一个很高兴的 没有笑容 没有笑容 就是工作很快乐的 这个都是收身的 所以我们这张相片就是坐在车子上面 车子上要下去 它是一个斜坑 斜坑要往下走的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吴大姐 他就是负责专门抽电 他很厉害就是 他的记忆要很强 早上一下子四五百个工人 开始来换东西的时候 他很快要帮他找出他的电子 找出他的 然后他敏感性要非常强 这个人没有出坑 当时那个没有出坑 就是他通知公司 发现的 就是你所有牌子临走 还有一个牌子在那 孤零零在那里 表示这个没有出坑 就下去找他 就撕在里面 然后这个都是坑里面的支架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画面就是 这个结构嘛 就是坑的结构 因为这个结构都是 像这种五节目的结构 都是大师傅才能做的 因为有什么三节木坑道 跟五节木坑道的差别 这个是面积的大小 面积的大小 面积很大的时候 所以就是那个 木头的样子 它支撑的力量 力量 比如 因为这个假如说 用那个三节支柱的话 这个面积要很长的木头 承受的力量不够 所以他用五节的 然后这个都是 不是用钉子钉的 都是卡的 卡榫卡 卡榫卡 这个也是卡榫卡榫 那也有种种 替王弓 我们叫替王弓 可是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听不到信息 它叹一声就断掉 所以这是一个圆形的 然后是用铁 替王弓 替工 就是铁环的概念 铁工去做 可是 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曾经在坑里面 铁都断掉了 断掉没有声音 就叹一声就断掉了 所以像这种相识树的 这个都是相识树 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木材的厂 就是它所有的下坑的木材 都是相识树 比如我年轻的时候进坑 老师傅会跟你讲 相识 concello 一候 爱命就会走 你如果不会走 家vordan就会俴 它一说地层在移动 相识树会折 wallpaper 相识树 只会折到超过90度 还不会断 它里面纖维非常非常嫩 就嫩性大讲 所以我们大部门的坑里面的枝架 都是用相识树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木材 所以它的这种结构的方式 会有相识树 然後像是有所謂三節跟五節 然後另外就是用鐵的做成一個圓形 但是圓形它那個沒有木頭的那個 排擠壓的聲音 所以那個警訊就會比較不清楚 所以做這種東西都要地層移動緩和了 就是它沒有壓力的時候 像這種它都是地層壓力非常擠壓 的力量非常大 那這個是沒有壓力的時候 它才可以用鐵的 因為它持有 它可以放很久 像這種四五年它就爛掉了 所以它就一直要改修一直改修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當時有個木頭 就是除煤廠 就是當時都木頭的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站的就是基隆河上面 上游 這一段是告訴你就是 我們在採煤的過程中 充滿了有很多的石頭 我們這裡大概生產八百萬的煤 它的石頭大概將近四百萬 對 早期我們沒有環保觀念的時候 石頭就往基隆河倒 所以這個石頭是從礦坑裡面 挖出來 然後就放在這個河裡面 就倒在河裡面 直接倒在河裡面 倒在河裡 那個是後來 不過這後來看起來 這張照片看起來像個堤防了 是嗎 對 它就是河岸 它就是河岸 OK 那這個東西我就跟很多夥伴講 那我以前在十分寮的礦 那我十分寮也靠基隆河 河水來洗煤 然後挖的石頭也往基隆河倒 所以早期基隆河有一條關道 就是水道 就從淡水搭船 船是可以開到瑞芳 下船以後走金字碑 虎字碑過宜蘭 那後來就是因為這樣石頭倒 倒到基隆河 船都進不來 一直倒到錫子都倒不來 所以我跟很多來參訪的人 我跟他講說 你們家假住在南港錫子內湖 你們家煙大水 洪空線很大 我把基隆河整個塞住了 所以當時基隆河被稱為黑龍江 它全部是黑龍 所以是跟這個礦業是有關 礦業有關係 而且基隆河其實是對台灣的貢獻非常大 就是我們要靠基隆河河水來洗煤 我們的煤炭很特殊 因為它挖出來裡面夾雜非常多的石頭 它要用水的撞擊 然後讓煤層浮起來石頭撐下去 煤炭就賣走 像這個是煤車 這個是石頭 石頭就往河裡倒 所以當時是沒有環保觀念 就往河裡倒 這個是瑞山整的一場 這是台灣第一大的戰爭 這是我們從火車站出來的 火車站出來的 可是這個建築其實在 四年前它就已經爛了一塌屋 就是當時的主管機關 並沒有真正好好照顧它 那就是瑞山結束的時候 這塊地方 這個地都是台鐵的地 那這塊地方就捐出來 就是還給政府 還給政府 當時的 並沒有照顧它 那結果它風吹日曬雨淋垮掉 你現在看那個建築 是重建的建築 可是重建建築 並沒有回到過去 它就是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建築 所以我們在導覽的時候 介紹這個 現在這個建築 就是毀掉歷史建築的建築 因為這個建築很特殊 它一樓是鋼筋水泥 好像這個一樓都是鋼筋 二樓三樓是雞尾基 都是早期這邊很容易拿的雞尾基 都是檜木造的 所以它這個礦場就是 年代非常久 它在大正九年 就蓋了這個整備廠 而且是台灣最大的整備廠 然後它這邊寫的是瑞山礦業 它早期的名字叫 基隆碳礦會社瑞芳山坑 就是日本人經營的 它就屬於瑞芳山坑 瑞芳有三個大坑 一坑在瑞芳火車站 右手邊那邊有一坑 瑞芳二坑很有名的 就淮山煤礦 就是洪瑞林在那邊做 做那個礦長 它做監工一直升上的礦長 所以我們這裡其實叫 基隆碳礦會社瑞芳山坑 可是1934年 民國23年 瑞芳李嘉承染的那個 日本的這個採礦圈 然後就改名瑞山礦業 那這個礦跟人家很不一樣的礦 它這上面是金字旁的礦 它因為它在牡丹坑採過黃金 牡丹坑的黃金純入到96 因為我們當時有個夥伴 他從小就在裡面偷 偷黃金 偷那個圓礦石 所以他自己講的一句話 講到我講一句 頭的金馬是英雄 頭的雞是建銷 又偷到很多 多到怎樣 黃金博物館 館長到他家 典藏在民間 它就藏了非常多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站的本坑 對面這個就是 就是本坑出來的人 都在這裡洗澡 這是三樓 這是整美廠三樓 這要兵車高 礦車進去都會 都倒在二樓 所以早期這邊都是女礦工 它最早期的時候都是 因為是人工洗煤 它最多的時候有200 所以礦採出來也會遇到這邊 對運到這裡 都集中在這裡 洗煤 然後分類 它底床 一米三米跟分類 就是它的大小 大小 大小 那粉煤他們都供給火力發電廠在用 這邊都是女孩子在做 而且她工作時間非常非常長 我們現在看到資料就知道 她工作可能都要到晚上11點12點 是因為她是採煤的末單工作 這個礦車出來她都要清出來 清出來讓第二天的採礦繼續可以下去 可是她這邊工資非常少 然後女孩子在那邊很容易得重聽 跟沈肺症 我們這邊後來有裝一個集塵器 就是把那個粉塵收回去 收走 她一天大概可以收將近800公斤 到一噸的粉 沒粉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很多 很多女孩子在這裡 所以到現在你還可以看到有人有戲廢生跟那個重聽 礦車在這裡 然後後來這個 就是後來不可以往河裡道 我們這邊有一個蘇仲帶 蘊梅大橋有一個蘇仲帶 這個是石頭 就倒在山上 所以我們這裡有十幾座山 都是舍石山 我們叫拼樓背 舍石山就是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一個木頭的那個 有點像瞭望台 對 可是它是台灣第一台電貨地 電貨地 它全部結構都是木頭的 都是Hinoki的 就一個比較高出出來的地 高出來的 它是大正11年蓋的 就當時大型機具來的時候 都得靠這個電貨地 運到二樓 運到三樓 因為對岸有好幾個礦 所以都得靠這台電地 所以這個電地歷史就非常非常久 然後這個是後來改建的 叫水泥橋 這個水泥橋在民國五十四年改建 所以它這個水泥橋蓋的 技術非常非常好 而且是委託石門水窟的工程師蓋的 它當時號稱東南亞第一座 在河裡沒有橋墩的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看的那個 我們採礦的 我們站在這裡有本坑 坑口在這裡 它最遠通道十分瀑布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一個大型的地圖 一個挖掘圖 一個挖掘圖 採光挖掘圖 採採掘的挖掘圖 採掘絕機 採過的絕機 它最遠通道十分瀑布 最高通道五分瀑布 氣象雷達站 它還有一個出風口在三雕裡的三公里 這邊離十分瀑布大概多遠 六公里 六公里 從這裡一直走走到六公里 走到六公里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人就是 上班的時候 搭車到這裡 回來 他不要走路回來 他就坐火車回來 坐火車只要兩站三站就到這裡 所以很多人是坐火車回來 所以這個 這個每一道都是一個地下軌道 就像這樣的地下軌道 這坑道 所以這個採掘機 裡面的地下軌道 它就有三百公里 所以它是一個 就同時容納一千多個工人 在裡面工作的地方 你說在這個礦場 同時可以有一千多個工人 對 這個坑 這個坑 這個坑是一千多人 其實整個礦場大概有一兩千人 在裡面工作 它有坑外的 然後對面還有復興坑 還有興坑 馬坑 所以它當時是 是有一兩千人在這裡工作 所以它的產量是 是全台灣第一的 所以台灣有四大礦 它里家就佔了三大礦 它在產量最高的時候 我們找過那個資料 最多佔七分之一 就全台灣394個礦這邊 它產量佔全台灣的七分之一 那我們這邊的煤炭 品質非常非常好 所以當時我們這裡弄完 就是煤炭都是運到基隆 從基隆運到日本 所以是運到日本 也賣到浙江 浙江跟江蘇跟香港 福建 所以我們這邊還找得到 就是周大哥留下資料 還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是因為 有人就當時問 中國大陸有產煤 為什麼會從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船運輸比較快 內陸運輸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這裡煤 然後這邊的煤 品質非常非常好 有兩個火車站指名要這裡的煤 就是三線有個盛興火車站 當然蒸氣火車要往上趴 就要指名這裡 還有這邊有個牡丹火車站 也指名要用這裡煤炭 所以它的品質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 就看到牆上有一些照片 這照片剛剛毛大哥也跟我們介紹 這個就是從 這個從採礦一進來 這個礦坑的工人一進來 然後慢慢的它進入到整個的這個礦區的過程 在我們背後 我們看到的是很多的機具 那這些機具其實都非常的特殊 也非常重要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請毛大哥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後面這些設備這些機具 是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或是它當時在做什麼用途 好我先介紹這個帽子 帽子有三種顏色 在這裡有三種顏色 第一個是藍色的 藍色是那個水電工 用機電工鐵工帶的是藍色的 那白色是監工安全管理員帶的 大部分的礦工都帶黃色 可是我們還有一種紅色的帽子 我們這裡沒有展示 那紅色帽子是救護隊戴的帽子 然後這裡有一排東西就是 氧化碳製救救救命器 這是犧牲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人 才開始國家發覺這個非常嚴重 才開始買了這個東西進來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礦物局的採購官員 他就負責採購這個東西了 那是因為民國73年 煤山煤礦失火 那一次失火死了103個 有20幾個變成植物人 後來國家才發覺我們這個東西非常嚴重 當時沒有這個東西 這可以讓逃生40分鐘 它有點像氧氣罩的概念作用嗎 可是它是沒有氧氣 它是過濾氧化碳 過濾氧化碳 你打開以後 打開嘴巴 放在嘴巴 呼住嘴巴 鼻子夾住 夾住 不要吸進去 然後就是嘴巴吸氣 它可以過濾氧化碳 它可以讓你逃生40分鐘 所以當年 所以在礦坑裡面有40分鐘的機會 機會離開 那個賴清德的爸爸就是在坑裡面 一氧化的很重 都是死的 所以當年是沒有這個東西 可是當年國外已經有這樣的東西 它大概就是德國 英國或美國的礦礦 日本的礦礦在用 所以你是說從民國70幾年開始 開始我們才有 所以那一次死了太多人 死了太多人 我才有這個東西 那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背的那個 這個 安全燈 這個燈就是插在帽子上的安全燈 好像就是頭燈 就是頭燈 安全燈 我們叫安全燈 因為這個燈不能在坑裡面打開的 因為它有充電 對 一打開它有火花 火花嘛 所以它那個是充電小姐 它有一個鑰匙幫你打開 打開又把電子放進去 然後再鎖起來 所以你剛剛在前面有提到說 在門口的那個小姐 就會去寄個每個人的牌子 然後哪一個是她的 對對對 這也是某種可以安全 或者是知道 到時候出事可以 怎麼樣找到人的一種做法 對對對 就是用這個來辨識 這個上面有它號碼 箱子的號碼 所以這個是安全燈 好 我們到這個裡面來 這邊還是有一個牌子 對 這邊還有一個牌子 這叫鐺牌 鐺牌 鐺牌 這有100年的歷史 這個是大正9年 大正12年 之後我們看到一個小的鐵牌 對 跟剛剛那個木頭是不太一樣 木頭 那個灰白 這個是你挖出來煤炭 挖出來以後 這個就插在你的礦車上面 表示是我挖的 所以你現在這邊看的是採煤的工人 採煤工人 那台灣的煤層 大概最好的就像這樣子那樣 60公分 再矮一點這樣子 60公分就是它的高度 就是高度 煤層的高度這樣 我們用這樣子形容 就是吐司麵糙中間一層一層 中間有一層是煤炭 但是那個高度大概只有60公分 或是30公分 還有更薄大概只有20公分 所以當時我們要形容這個煤層的高低的時候 用國語形容很難形容 這用白 這個也是爬 這個也是爬 用台語形容很貼近 這款用白 這款用酸的 酸的 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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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酸的 就是我們煤層都用國 所以當時 台灣話講得很貼近 頭過心就過 你只要把帽子脫下來這樣比一下 可以過 人就可以過 所以當時那個礦工 是用這樣子來形容煤層的高低 然後這是採煤工人 這邊我們看到有一張圖是煤坑 煤礦坑到市議圖 對 那這個市議圖我們看到是有好幾層 所以它其實變成是一個地下社會 地下的好幾個階層的狀態 所以這裡是已經第三層 第三層 因為真正的下去 是一個像個資質型 就是像阿里山那個鐵軌一樣 它不可能一次就上去 它也不可能一次下去 所以我們要打一個斜坑下去 所以一斜坑就要發展 斜坑然後又斜 然後再斜 這個就是再斜到了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個採煤面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往前踩就踩這一塊 所以這一群人是躺在上面再挖的 所以這個圖告訴我們 我們其實躺在這裡上面有二十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在躺 一個支線同時會有二十幾個工人在那邊 二十幾個工人在那邊 二十幾個工人在那邊 挖煤的有挖 挖出來之後再運到這個鐵軌上面 推車 推車推到這裡 然後捲陽機 再往上推 對 往上捲陽機 這是最靠電力的 這是靠人力的 這一段都是靠人力的 這張圖我們看到有四層 那最高可以 最多可以做到幾層 它有可能一二十個坑道 一二十個坑道 它是 這樣就 這樣就一塊大 所以大概一二十個大概也是有 一塊大 就是 五到十層的意思 對對對 所以它是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深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採煤的工人 它以前用的工具是這樣 這個鐵軌鋪 這個鐵軌鋪 敏鋪 這一支鐵軌鋪其實年代非常非常久 它原來是很長 然後你挖會斷 會挖到墩掉 所以煤礦工人其實是一個練鋼的高手 對啊 所以鐵杵磨成鏽化燈是真的嗎 可是我們不是用磨的 我們不能一挖一挖 然後越挖越小 用火在斷 用火斷掉 就是斷成尖的部分 因為它越挖它就會越鈍 然後越鈍它當然就會減少 然後就用火去磨把它變成尖尖的 然後再繼續挖 對 它用敲的 它不能用 就是這樣的講法 這個應該是挖的大概原本 假設是10公分 現在大概只是要7公分 它大概只有這樣子 它原來是兩邊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短了三分之二左右 這隻用了非常非常強 這是鋼吧 是嗎 這是鋼 所以它到時候要燒的時候 所以煤礦工人其實是一個練鋼的高手 你要用煙 煙味 煙味 國語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你要燒完了用敲 敲完 然後它還要 它假如弄不好它就變脆掉 它弄得太好就變軟掉 所以它這個 所以溫度的控制也很重要 對 它完全平均 所以這個工具有一個狀態是 國際通用 只要人工採煤都是用這樣 日本大部分很多是單頭的 我們這是雙頭的 它的 然後它用斧頭鋸製 然後氣鎬機 可是氣鎬機可以用的範圍非常非常小 因為高壓空氣到這裡大概都有兩三千公尺 所以它氣鎬機大概只有一支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班裡面大概只有一個人可以用 大門都有 氣鎬機也是在繼續挖 但是它是電動的 它是高壓空氣 它不能用電動的 電動有火花 然後這一群 你現在看了這兩個人 它其實是一排的 躺在上面 然後這邊上都得打那個支柱 這修西亞 就這個 OK 所以要把它撐住 撐住 其實它這個離地表面都四百公尺 所以很多工人就是這塊攤下來壓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挖掘煤礦 應該是在開這個路嘛對不對 有點像把那個礦區做出來 有包括 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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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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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一台車大概快一噸 它最遠要推一公里 就是這個坑道最遠的可以通到一公里 所以它推車的人要非常非常壯 對 採煤工人要非常瘦 瘦小才鑽得進去 這個就是 所以你看到 所以你看到你做坑道做撒車的 看身材就知道了 看身材就知道了 這看的身材沒有那麼軟在裡面 OK 這個身材很自然 有我們剛剛看到周大哥的那個 以前的照片 那個手被針出 對 它完全沒有墜落 完全沒有墜落 對 然後這 特別介紹一個這個人 這是他們寫的樹林人 名字叫張玉貴 這是外星的人 喔外星 這是一個山東人 山東人 所以在礦場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的是 邊緣的外星 邊緣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去年才過世的 他是廣西壯族人 喔廣西壯族 壯族人 少數民族 他娶的太太是本身 他跟他太太結婚60年 他沒有說 他說的話聽不懂 他很難跟他溝通 這邊還有一個台東人 對 原住民 原住民 所以當時其實蠻多的原住民是在礦局 對 為什麼後來用了很多原住民 像那個濱海公路有個建基鎂礦 就是深澳邊上有個 那是海底斜坑 它最深的600公尺 600公尺就是已經上升48度了 那後來很多漢人沒有辦法做 就找了很多花蓮來的阿美族 所以當時有很多阿美族在裡面工作 然後這就是推車工人 像這一塊你可以看到上面就是隨時就坍塌下來 所以很多人就是脊椎被壓斷了 殘廢就很多人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上面的照片是有很多不同的礦工 然後也寫了他們的姓名 他的出生年月 或者是剛剛工作的證號 甚至他是從桃園 從台東 或者是其他外省來 所以這裡面其實不只是一個礦坑史 還是工人的個人的歷史 個人的生命史 那這生命史是跟我們整個的經濟發展 或者是礦坑的發展是整個連結在一起的 我覺得這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不是只有看到文物 我們看到人 而且很多是雲林來的 從雲林來的 所以我們這裡的公寮 你還可以看到宜蘭寮 宜蘭人大 所以這裡的公寮也會因為它來的聚落 或是縣市 來有一些不同的群聚的生活的方式 還有一個寮叫環拉寮 現在不能叫環拉寮 那個是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稱呼 所以我們這裡很多是農村人口來的 然後像這個大K來 那很多是兩伊亞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是半魚半礦 或是半農半礦的人 就是當時農村養的活自己 他就來這邊挖礦 後來最後就是留下來了 因為礦場有個狀況 賺錢很顯然 怎麼講 我今天要賺的 今天做事 按時我就知道多少錢 馬上在腳路上面就有多少錢 馬上就要去救錢 救錢馬上就要隨便利用 所以我們才有一句 健康是要開多少錢 對 因為開條才是我的 沒有開條才是半條的 是我的 我還要開到我也不知道 我還要開到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很 就是對礦工來講 他不要準備生活費來 他只要今天做了 明天就知道多少錢 明天晚上就可以去借錢 利息很高 一禮拜三分裂 可是對他來講他很高興 我今天向你借一百塊錢 你扣三塊錢 我就拿到九十七塊錢 一禮拜我一樣拿不到 我就是這樣 你再給我九十四塊錢 我就變成欠你兩百塊錢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在這裡工作有很多都是 從台灣各地來的 所謂的邊緣人 邊緣人 而且農村人口養不活自己的 來這邊工作 因為他在原來的生活環境 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或是沒有什麼機會的工作 所以他反而去做一個更大的冒險 但是他的生命 其實也隨時就會不見 所以他得要某種程度的即時行樂 就是這個錢我如果沒有花 就不是我的了嘛 對啊 所以有幾句話說 喝死了比死了不會喝的 才有一句話叫 他們都活在當下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是 以前種田的 可是農賢的以後就來這邊做 然後東北角很多是捕魚的 那當時氣象預測不準 冬天的時候很多人沒有辦法出海 就來這裡 所以這邊有那個澆溪人 還有台客一邊來 這個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是有很多帽子 還是便當盒 照明器 還有水壺 所以他當一個礦工 隨身就要準備這些工具吧 然後這個是他要戴的工具 這個是他用的工具 所以他沒有穿衣服或穿很少衣服 但是他要戴的東西還真多耶 他有一個工具 就是工具 他裡面要裝水壺 然後裝便當盒 然後他的照明的帽子 那過去的帽子是沒有帽子的 過去用薄包的 後來用帆 一開始用薄包的就對了 這邊有個女生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叫他長得最漂亮的女況 有有有有 他頭上是沒有安全帽 他是有毛巾包的 所以在那個年代是 1957年是 那個民國46年的時候沒有安全帽 他是戴著 戴著那個 後來有帆布的 還戴著皮帽子 那最後發展到這樣的帽子 最後發展到這個帽子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戴一壺水 這個水可能不夠用 有時候中午的時候公司還會再運水下去 所以自己要喝的水 自己要喝的水 這樣是水壺就是 水裡面一定會添一些鹽 鹽 鹽 就是它的電解池 它要帶個便當 可是這個便當我們找不到 其實是阿魯米的便當 阿魯米大的 這個便當很大 這告訴你說你在坑裡面是 吃喝拉撒都在裡面 你吃 所以這個便當 吃便當 你看這個狀況 就是吃便當還要有技術 不能對著風吃 對 躺在那邊要怎麼吃 趴在那裡 風這樣吹就不行 你要背著風 要不然裡面都黑煙 都在躺屋 所以這個便當 然後 這個是我們帶的那個安全燈 這一氧化碳自幼救命器 這叫防塵口罩 我自己在坑裡面工作七年 我沒有帶過它 因為那個坑裡面太熱了 很快就塞住了 所以我們有個形容叫 現乾現絲 沒有乾 一號叫絲 他就很無奈 我們自己在那個公共場合 疫情的時候 戴口罩也都很笨 何況是這一種類型的口罩 很快就塞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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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這邊的工人 都沒有戴口罩 對 都沒有看到 然後那個 那個站在那邊的工人 是口罩戴在頭上 他就沒有辦法戴在身上 所以口罩就是 然後這邊有一個皮鞋 這個皮鞋很非常經典的 這個是民國46年 美國人援助台灣 每個礦工發了一雙這個皮鞋 這個老礦工九十幾歲了 他說他都沒有戴 他說一句話說 我去台北才沒辦法戴 所以就留下來 那我們做文事館 他就把這個皮鞋煎給我們 可是美國人誤會以為我們的礦坑 跟他們一樣都露天開採的 OK 因為我們的礦工是穿上 這個也躺下腳 因為你穿這個 實際工作也不是很方便 然後底下都潮濕 都會水 很快就泡爛掉 對 泡爛了 而且他整個腳會被 整個包覆會不舒服 會浸在水裡的感覺 躺起來都白了 但是又是皮鞋 所以出去修爬的時候可以穿 他說他沒有穿過 去台北才會穿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當時沒有穿鞋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腳丫 光腳的 都躺下腳 監管那個也躺下腳 那個女生那個相片也是躺下腳 那我們這邊形容那個 宜蘭人的腳背 多厚 沒力掛不過 他就是那個腳皮磨到很厚很厚 就是當年這樣 這邊我們看到是這些安全檢測的設備 對 安全檢測的設備 屬於個人的用品都要準備好 這邊是安全的一些檢測的設備 就安全管理也要更早下去 他比礦工更早下去 檢測瓦斯 那個早期 在英國的採礦是用帶金絲雀下根 台灣是早期是用白紋鳥或石姐妹下根 因為鳥對瓦斯 用鳥去做檢測 檢測它瓦斯 或是有沒有空氣 你看到那個鳥昏倒就表示這裡沒有空氣 或是瓦斯太濃了 然後後來這個 這個周大哥留下來這個是一個古董 這張相片是洪瑞嶺 他當時是提這個燈下去 這是1815年發明這個燈 18世紀的時候 當時瓦特發明蒸氣機的時候 要大量的煤炭的時候 可是英國工人不敢下坑 1812年英國發生過很多次的爆炸 因為當時的照明是提著油燈下坑 照明的是油燈 所以當時有個形容叫 提著油燈下地獄 1815年發明這個燈 這個燈就是叫大衛燈 David Lye 這個燈被英國當時列為 1815年兩次勝利戰役 所以這個是個古董 1815年另外一個戰役 大家都記得叫華鐵盧戰役 這個戰役是戰勝瓦斯的燈 這就是當時要下坑的 它叫測風速 測風速 因為我要風量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千個工人 每個工人每分鐘要有三立方公尺的空氣 所以要大量的空氣進去 早期是這個燈化彈只有救命 這個非常非常皺 後來改良用帶那個小的 這是後來小的 那就規定每個工人都得帶著它下坑 這是推車工人 你看那個推車工人身材 非常非常壯 然後這都是推車工人 那這個是不同的工具 這是採煤工人 所有的 還有鐵路工人用的 鐵路工人 鐵路工人用的 所以一個礦工在 礦場在開的時候 它有哪些類型的工人 像它有採煤工 有絕境工 有鐵路工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擺工 有木工所有東西都有 所以工人其實是蠻多的 最主要是絕境工跟採煤工 大部分人都比較清楚 絕境工就是坑到絕境工人 這是採煤的工人 然後這一支本來應該是價值廉層 因為這支李登輝用過 這邊還有李登輝前總統來 礦工 這個是周大哥 周大哥陪著他下去 然後他弄完了 他就把這支留下來 本來我們想找李登輝簽名 因為他後來就生理又不行 我們成立的時候 他已經生理又不行了 可是這沒辦法 你看這支突然過來就知道 你看他有多長 就剛剛那支跟這個比起來 他就一直挖挖到這樣 他用了平產 然後突然過來巨子 當時李登輝是什麼樣的 他是神主席 神主席官職 他到復興坑下坑去看 看採煤 可是當時李登輝其實想來這個地方 可是公司怎麼敢讓他下去 所以去的地方都用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然後這是鐵路工人 我們這叫三分車 這個叫軌距49.5公分 我們是國際軌的三分之一 就是國際軌就是高鐵跟捷運 叫國際軌 他是143.5公分 我們是他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就是鐵路工人 所以我們這裡有300公里的鐵軌 所以鐵路工人就工人 就非常非常大 這個就是帕阿陶 我們叫做絕境工人 要磚孔爆破的 他最容易得到細肺症 那細肺症非常非常痛 我二十幾歲去看我一個老班長 他得細肺症 他不能躺著睡覺 為什麼 因為躺著睡覺 就是呼吸會困難 呼吸更困難 所以他都得坐著睡覺 坐著睡覺 坐著睡覺 那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某個我要洗 就是不穿過腳 一直在吸吸 而且這個時間會拖很長 很拖 而且年紀越大 他越來越嚴重 你剛剛看的那個周大哥 好像現在沒有問題 他去年11月還在吐血 吐血 吐血 就是肺炮裡面都是煤渣 只要一用力擠壓到他就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直接根治 他不可膩 他不可膩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的細 這個所謂的細這些東西 就直接到他的肺裡面 他就排不出來 就排不出來 所以一直在裡面 一直在裡面 所以你在呼吸的時候 那些粉塵 你跟他現在是相安無視 你那些粉塵也會不斷的去衝擊 或是把你的身體弄壞 對 而且天氣越冷 對他來講 呼吸越困難 所以他感冒的話更難過 就比穿鬼更難過 所以這個細背症 其實對礦工來講 就是一個 所以當時 那個儀文老師他們做的那個調查 對 你看 1950年 就是國民黨來台灣 1950年到2000年 在50年中間 我們死了4209個廣東 那為什麼後期死得比較多 就是越挖越深 然後我們中間有14500人殘廢 然後有將近6000人得殘廢症 6000人 然後就是你現在空到還有一些人就是活得很辛苦 就是因為他吸不到空氣 所以前年就曾經上街頭去抗議要求做一些相關的補償 那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現在已經走不出來 現在完全走不出來 因為那個年 你看我都76了 我在礦坑裡面算最年輕 所以那群人都已經更老了 已經大概就是走不出來 所以政府也沒有具體的回應 沒有回應 都沒有回應 可是早期其實 後來陳非正人認定是近人他們做過 就帶了那個實定那些工人去台北抗議 後來就把他認為是職業病 所以他其實在很晚期才認為職業病 有很多人更早都死掉 像周大哥的爸爸就是陳非正人死掉的 死的時候很痛苦 說他為什麼痛苦 他頭腦非常非常清楚 他吸不到空氣 所以這群就 越深溫度越高 空氣越少 死亡就在邊這樣偷看 然後你可以看到地下都是地下水 所以我們這非常非常熱 這就是絕境工人 絕境工人就其實那個 絕境工人是挖坑 主要是挖坑道 坑道 主要是坑道的開鑿的 那個日本早島田大學的老師 叫島崎方的老師 他說台灣應該紀念這一群人 因為73年發生三大災變 這群工人很多就離開執掌了 他去做什麼 做雪稅 跟濱海公路的隧道 然後這個大哥做那個 台北百南縣第一氣工人 所以他現在你看到他的時候 他傳的很厲害 所以他們不只是挖這裡坑道 台灣很多的這種大型的公共工程 特別是交通有關的建設 也都是這一群人幫我們做出來的 對 那是因為我離開是在 我離開礦場在71年離開礦場 後來回到我的礦場 我問他們說 問那個老師 你現在都可以做 因為我做寫稅啊 寫稅的工資很高 那時候一天4500 所以他說寫稅工資 所以這是台灣經濟其實在地底下 地洞裡面的無名英雄 就是這樣的一群人 所以 當時說人家應該做紀念被紀念這一群人 可是他是真正被遺忘掉的 對 遺忘掉 你看這個身材 這有八塊腹肌的 這不是 不是練出來的 是超出來的 因為這裡勞動強度更強 它溫度已經到42度到43度 所以他要搬酒糖 爆破完了他要搬石頭 然後這個是我們40年前挖出來煤炭 這是真正的炭 真正的炭 真正的炭 他其實就是他可以摸得出來 他不重 他比重 跟石頭比起來 他不重 然後這邊有一樓木炭 是因為瑞芳高公在展覽的過程中 他們找不到煤炭 就拿木炭展覽 我們就給他一樓那個煤炭 他就把木炭留下來 然後這個支架都是他們做的 所以你看到這群人就是非常非常壯 其實你看我做煤炭炭才做七年 我有三次差點死在裡面 就是有一天晚上 所以我們很多礦工師 是在這裡面發生地層 所以這裡面其實會有一個地層是會不斷的移動 或者是在那個支架也不是那麼穩定 不斷的聽得到聲音 因為它只是它移動的快 或是移動的慢 或是地層斷裂的時候 那個聲音會非常非常可怕 但是我們在外面如果 這種事在地震的時候才會出現 還是它平常就會有 平常就會 平常就會 所以我們在外面好像就是太平 然後下面是非常動蕩混亂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 所以那個地層是會 或是因為水 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它會只有這樣不斷的移動的狀況 因為這個煤層在這裡 這裡被挖空了以後 它就是那個地層的壓力 上面的壓力就非常非常大 那我自己一個經驗就是 有一天晚上我從那個 從那上面爬下來 那個其實是80公尺 我大概半夜的時候爬到一半 就聽到邊上的相似樹在喀喀喀喀的聲音 所以剛剛講相似木的那個聲音 相似樹擠壓的聲音 然後你聽到地層在叫 會地鳴 轟轟轟的 因為整個大地層在斷掉 那我知道我要逃了 我就拼命連滾帶爬到 爬到主坑道 後面就踏下來 那我是逃過一劫 可是有的很多人沒逃過 所以很多大部分的工人是被 被那個壓死 壓死 可是壓死它 它一定要被清除 對 我們台灣話語的戲一定要看著戲隊 所以一定要 然後這個善待生命 我們在那個採礦的現場 離坑口大都三四千公尺 裡面有老鼠張龍 老鼠還會告訴你 你吃飯的時候頭一嘴 要吃飯吃尿器 吃尿器 吃尿器 因為它比你敏感 災難來的時候它先慌 它先跑 就表示你自己要開始要避難 所以這個 然後這個是每一層 二十公分 四十公分 六十公分 這就是白的 酸的 瘦的 就表示我們的地層非常非常薄 然後這個就是你看 它怕抗爭的煙霧瀰漫 很多都 這個人沒有戴口罩 這個前面沒 因為你戴口罩根本沒辦法工作 那很快就那個戲背成 所以這幾年其實是把 身體跟生命都給了這塊土地 然後我們台灣做法就是 一次就解決 就是我殘備一次給你那個 戲背症的證明 然後給你就買斷了那個 可是它像這樣子 這樣的狀況是越老 但是它是一個長期的病 它也是一個不可逆的 對 不可逆的 所以但是它就是 我就是給你某 你就是受傷了 我就給你一個補貼 或者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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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劑 但是不是一個長期照顧的概念 所以越老越難過 所以越老 你身體越 越差的時候越 像這種天氣 我們這邊一年下兩百天的雨 這些人會更難過 你剛才說我被穿過 我還要死 它甚至還會講生不如死 所以在地底下可能會因為這個自然 例如說水的關係 或者是地震的關係 它可能就會出現這個移動 也可能是 也同時也是我們挖的關係 我們自己改變了那個地底的狀況 但是我們就是在跟這個生命在搏鬥 所以就是你要速度要比這些坍塌的還要更快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九十幾歲 九十三歲的老礦工 民國六十九年永安美黃挖到水 大水灌進去淹死了三十四個工人 那最後只找到三十三巨師 那個九十九歲的老礦工 是他在斜坑半路上看到水上來 他帶了十幾個套出來了 裡面還有三幾個沒套出來 所以你拚生命還是看你走的過 走的過 走的過你會走的過 走的過你會走的過 就是你一下子要專注的在挖坑 然後也要注意周遭有沒有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聲音就會聲響的一些警示 然後你要隨時要準備要逃走 逃走 避開那個現場 所以給你感覺就是 出來 逃這件事領有酒 領有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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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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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這荷納就是大塊石頭要破壞它的時候要用荷納 這個是阿陶奔基巨子斧頭 就是這一群人用的是這一群的 我們這邊還活了一個夥伴 他算很幸運 他這個磚孔磚好 這個工作算公尺 你絕近一公尺多少錢 因為他那個夥伴 我們那個夥伴是在伏擊煤礦 七土油伏擊煤礦 他磚孔磚好了 炸藥也放 他要放炸藥 放炸藥 放雷管 然後最外面要放那個水袋 這就是水袋 人家會問那個水 爆破的時候有火焰 會讓那個火焰降低 他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夥伴 他講了一段就是 他在七土伏擊煤礦工作 結果那個孔都磚好了 炸藥都放好了 雷管也放好了 結果公司降價錢 這算公尺的一公尺多少錢 就降價錢 結果那群工人出來 所以他們早期是 其實是集體的就出來了 出來就不做了 跟公司炒價錢 後來公司同意不降價錢 已經拖了三四天了 結果我們那個夥伴 他算音樂非常非常好 他結婚 他沒有下坑 他十幾個夥伴下坑 結果一爆破十個都炸死 因為這裡充滿瓦斯 這個密閉的空間 充滿瓦斯 這瓦斯爆炸 接著粉塵爆炸 他十個夥伴都死在裡面 所以這工作其實是 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勞動強度非常非常強的地方 這個是救護隊 救護隊 救護隊 也是由礦工組成的嗎 就是自己的礦場 自己的礦場 自己的礦場 大的礦場都會組織 救護隊 是今天我救你 明天換你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個礦工 然後他可能明天就變成救護隊 發生災難然後就去救護隊 我們這兩個周大哥都曾經去 救護海山梅廣 救護海山一根跟梅山梅廣 那個救難經驗他大概就是 在生永遠是刻在身上的 他去海山的時候 海山是邊搬下去 因為你下去已經是沒有活的人了 他只負責撿絲塊 他自己形容就是抓手手掉 抓頭頭掉 抓皮膚整個掉 所以海山四十年前 他們最近要辦一個四十年的記憶 就是當時救海山的時候 可是這兩個大哥都曾經救過 那所以當時 怡文老師不是有做一個 明星花露水 對對對 跟白花狗 就是當時記者說 奇怪 我們身上大家都是明星花露水的味道 就是因為那個絲臭 太臭太臭了 所以那個就是當時就 他那個礦場爆炸以後 他一定是別的礦場去救他 那我自己的礦場曾經發生過坑裡面濕火 濕火 我們自己整個礦場癱瘓掉 是別的礦場的救護隊來救 那我被人家救過 然後我也救過人 那有一天早上我到坑口的時候 下面要電話上來說 下面有十一個人一氧化碳中毒 躺在那裡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我自己嚇壞了 那我可是問題是我要去帶人下去 我在坑口跟大家說 我們趕快下來救人 礦工很自發的說 好 我們趕快下來 你不去救 不一定知道那個方式 對啊 可是中間有一個人回了我一句話 你看我七十六歲了 那個聲音有時候還會飄起來 那個人回了一句話 我沒那麼歲 你怎麼死在那裡 可是你不能勉強他 當然當然 救人沒有工資 風險很大 在兩三千公尺的地方 火勢很大 那結果我們下去把十一個人救出來 可是命運就是很奇怪 這也不是他顧自己而已 而是他基本上他也是一個無賴 要不然 他自己也怕 那我自己的家人怎麼辦呢 這個其實也變成是說 他不是一個專業的 或是另外的一個群體 那救護本來就是一個專業 但是沒有 但是就是礦工自己去救礦工 但礦工會採礦 他不見得會去救人 因為那還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可是你不能責怪他 當然不會去責怪他 因為這個是他也沒有辦法 可是一個月早上 有一天早上我來 有一個月早上我來 某一張對戲 就是跟我講話的那個 他臉都壓碎了 所以命運對礦工來講 很難去理解的這個東西 我第一次上社會版報紙 在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十六 六十五年是 當時是夏天 而且當時也是能源危機 所以要煤炭大量出生產 我跟那個領班 我們大一 就學坑下去一千公尺 我們出坑 我跟那個領班 跟那個領班講 我們今天參龍就好 我們都用台語對話 今天參龍就好 他會有說 他會有說 我還記得他的樣子 全臉都脹紅了 因為坑裡面四十幾度 溫度非常 結果他跟我講 魔力大火靠 我帶來的 里外差別是這樣 他現在站的這邊是 人可以站的叫外面 裡面的是在那邊 裡面 他說魔力大火靠 我帶來的 結果他搭裡面 捲陽劑往上捲 捲到一百公尺斷掉 他坐我對面 他的腦漿噴出來 我們親眼看到 我沒看到 因為我重傷被拆出來了 你每天都會面臨生理識別 對呀 而且他那個時候36歲 他有三個小孩子 是我被拆出來 我是沿路被人家 沿路人家跟我講 沒睡覺沒睡覺 我送到礦工 從濱海公路送到礦工醫院 到第二天才醒過來 他跟我講 你的娘斑頭到破血 他看到那個殘狀 就跟我這樣講 可是你很難想像 我只是跟他這樣 手可以牽得到的 對 結果他死掉 然後我在十分聊 還有一次 我跟另外一個年輕的夥伴 跟那個老師傅打完招呼 我們那個斜坑走下去 打完招呼走下去 他走一兩百公尺 後面就最被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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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老師傅壓死了 我把他拖出來 他手還是熱的 所以你永遠會感覺到那樣 那個狀況 所以死亡對我們來講 好像就在身邊 那 而且你看 眉山是眉光死了那麼多人 然後海山眉光死了那麼多人 那 對我來講就是 那個心很痛 因為裡面有一半的人 我都認識 可是這些東西會一直 一直在你的記憶裡面 你怎麼去面對這些 很不喜歡 很難 很難去面對 因為我在七十一年 離開我的礦場 我七十一年轉業 我去機場工作 我那個礦場在七十二年結束 結束以後 我那個礦場大概有三百多個工人 有一半的人去美山死在美山 有一半的人去海山死在海山 對礦工來講 轉業很困難 我幸好年輕 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三十一歲 那我知道我要離開了 因為家裡不希望再 再看到我在坑裡面工作 而且他一直認為說 萬一我在報紙上 又看到你躺在那裡 我就離開 可是我有很多夥伴離不開 這就是女礦工 其實台灣對女性礦工 是一個嚴重的虧欠 這是宜文老師他們後來做口述歷史 我們才慢慢更了解 他1935年 民國24年 國際勞工組織就規定 國際勞工公約就規定 女孩子 全世界女孩子不給下坑 可是台灣到1964年 才開始不准女孩子下坑 是因為民國52年 十分了有個三公 每個人發生爆炸 死了兩對夫婦 那背後代表有十一個孤兒 可是這個 後來這個公司做一個很惡劣的事情 是把這些女礦工全部退勞保 所以我們當時有十分之一 是在坑裡面工作的女孩女礦工 就直接退勞保 退勞保 退勞保對他們來講收入差很多 比如我在坑裡面是賺一百塊錢 但是女性只有六十塊錢 她到外面工作的話 只剩下二十塊錢 對她來講家庭收入會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當時這邊有個四十七個女孩子 去告公司 要求公司給退休金 給自燃費 所以這個公司對我們很不爽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講這一段故事 結果當時主管跟那些女孩子講 你如果過癮了 你不會逃到你選到 這樣欺負她 那後來 最近描研會老師就找到高登法院的判決書 就四十七個都申訴 有賠 賠但是他們有簽保密條款 為什麼簽保密條款 因為其實有一百多個女礦工 其他人不敢告 就像周大哥的媽媽她就不敢告 這是她媽媽 因為她告了 她爸爸沒有工作 她媽媽沒有工作 她工作的範圍很小 你假如被列為拒絕完了 別的礦廠都不會用你 然後這個是 這個女礦工長得非常非常漂亮 當時有人介紹她 就是記者看到她 認為她應該存很多錢 因為找到讓別人軟開機 可是她沒看過錢 她是同樣洗 都是那個養父養母 拿走的 拿走的 然後這個女礦工 她講的句話 推車工人 推車工人 她是推車工人 推車工人 她是推車工人 女性通常推車工人 她就 日本很多是女性做推車工人 她們叫後山 後山 就二手的 但是你剛好說推車工人 其實不是最壯 然後她用的體力太多了 他身體很壯 他是雙駕人 雙駕 他念過雙駕國小 那個年代念雙駕國小是家裡還研後 十五歲家到中弱 後來他母親過世 他要留在家裡養豬種菜 等到小孩子大了 等到弟妹都大了 他才結婚 二十歲結婚叫大姑娘出家 他自己心裡 當時是怡文老師去訪問他的 他講說他是大姑娘出家 可是嫁一個先生是好吃懶做的阿西亞 所以他要養五個小孩子 然後再養他的先生 早上五點出門要坐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家 然後他自己講一個故事 他走過吊橋的時候 都有個念頭跳河自殺 後面有人跟他說 你孩子要吃很多的你不能吃 他就一直這樣把小孩養大 然後問他說 你孩子是怎麼生 他在坑裡面工作 工作到肚子痛 養水破了 自己抱著肚子出坑 自己生自己減期待 那就是那個年代 真的是了不起 這都是死在坑裡面的女孩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的文件 對的都是就是周大哥留下來 就是當時死在坑裡面的女人 女孩子 然後最年輕的才是十九歲 那很多都是一個家庭 然後這個是 這個女生是叫 她是大K人 大K 教系 教系人 她做啥怕的 就是比這個男性還更強的 勞動強度非常非常強 因為我們去幫他訪談說 要照相 就叫他氧氣照拿來 他現在是要靠氧氣過日 你在瑞芳街上會碰到他 他自己講說 他生不如死 就是 陳肺症非常非常嚴重 他怕老頭的 他是 郊西人 郊西人那人做慘的 做慘的是有餐吃 沒餐餐用 是說假的才有餐餐 才有餐餐 結果沒想到說 更辛苦的在下面做這個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腿被撞斷過的 兩隻腿被撞斷的 後來等他復原以後 又繼續下去做 可是這個人是任勞任緣的 可是年紀大了現在是 要靠氧氣過 然後要靠住行器 那就是我們七點入坑 三點出坑 三點出坑 生命的咖啓 我們再當一起就是 所以你看 你這樣想 從民國元年到 最後一個煤礦結束 總共死了六千五百五十五個人 這是卓大哥留下很珍貴這樣的資料 最大的就是一九五零年到兩千年 最後一個礦長結束 就死了四千兩百零九人 人家問為什麼 就是那個時候是需要大量的煤炭 所以苗老師幫忙找了一個資料 叫一九五零年 那是一個國安危機 為什麼國安危機 就是中國大陸撤退到這有兩百萬人 兩百萬的軍民需要大量的煤炭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還有個煤黃 投放不高 因為人口突然間變多 所以我們需要的能源 變多 他更需要煤 然後軍方一定要煤 所以當時就 到後期就是你要大量的煤的話就會 更是要更 因為你越挖越深 然後這裡曾經 像朱大哥他們 因為生日晚上在這個環境 我後來是離開礦場以後 再回頭看他的故事就更 更心更痛了 我一個夥伴在坑口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不要做給臨修酒 臨修酒今天沒有工資 但是臨修酒是很爽快的事情 對 那個人在坑口講了這樣的話 結果兩百多個人不下坑 第二天他抓了警察去關了七天 你可以一個人不做 你不行帶一群人不做 就關了錢 為什麼警察會抓他 我們這邊有警總派在這裡 那他 但是他總是要有個理由 他只是說不做然後兩百個大工 沒有理由 他沒有在做煽動 他只是在聊天 可是有兩百多個人不下坑 是他 他喊出來的 所以那煽動了罷工 他就把他做煽動罷工 後來就關了七天 當時就是這種狀況 後來台灣話語就滾到水 他有些人走在河邊 被土石流沖到濟洋河 連屍體都沒找到 那就是那個年代的故事 我們這樣的坑 所以轉型正義 回頭你看的時候 周大哥留下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就是你很難理解 像這樣子一般的功能 像這種採煤的一般功能 裡面還有部件 鞋跟口還有部件 就是我們這裡面有警種 派在這裡面的人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真的有警種 派了在這當礦工 不是當礦工 是當寶房市主任 就是類似人惡的角色 後來寶房市很難聽嘛 叫保密房 後來就改成安全市 然後最後又改成更好聽的 叫公關市 可是為什麼你看那個不一樣 那樣子 那樣子看就知道那些什麼 然後一看就知道警種派來的 所以 在那樣子的監督環境中 大家遺忘了這塊 這塊是當時 因為 你不生產營養很大 火力發電沒有 我們這裡挖的煤炭要交給軍方 軍方沒辦法做完 所以它不允許礦工 集體的不做 你可以一個人 今天不可以做 怕不可以做 沒關係 你不能發幾天人不可以做 那就 所以 這個資料你看了就是很感傷 那我說那種的 在礦坑裡面還要佈建 斜坑要佈建 坑道裡面佈建 採埋工裡面要佈建 所以我們這個佈建 這種所謂的 要佈啊 spy這種 不是只有在公屋機關 對 或是在這個民間的企業裡面 企業裡面還是有很多 還是有很多 甚至在非常邊緣的工人的 這個礦工的場域裡面也有 它就是一個戰略物質 嗯 它非得這樣監督 對 所以我早期我建礦場的時候 老實在說 那工人不乖 在那講講回來都乖 他金融帶去打一頓回來就乖 除非你不做 你看 可是問題那時候沒有工作 所以那個阿嬤才講 躺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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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腳要做去吃 就是那個年代 是這樣子 所以有人講 你知道那樣的工作 怎麼要做 你問周大哥 他沒有無奈 他 他沒跟你講 他是嘉慶年間在山上的人 他種大清 種茶葉 種水稻 礦坑挖下去 地下水不見了 他爸爸一定要下坑工作 就來礦坑工作 我們現在到了另外一個展覽室 這個展覽室 你看看他 哇這旁邊的這個器具 比我們剛剛看到的更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請這個毛大哥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當年礦坑他們使用這些 礦工使用這些器具 他們在用來做些什麼 這個 這個都是湯古拉 就是挖煤的湯古拉 像他最長大概 比這個還長 他就越挖越墩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越來越墩 然後再來就把他用火去燒 然後他拿火去燒 在這裡斷火的 就是用這個 對 他用這個火鉗 這個一個火爐在這裡 對 火爐在這裡燒 然後這裡燒 燒完了放在這邊敲 然後再敲 敲 所以他其實礦工是一個 鐵匠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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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只要知道礦的特質或是礦坑裡面各式各樣的危險 它還要有這些技能 還有煉鋼的技術 然後那個包括那些溫度 然後力道 對 溫的力道 都要站得很好 所以剛才港廣其實它很厲害的 它對自己的工具都要自己維修 自己買 自己用 這個是它用的工具 但是我們看到好像是鐵鏈的東西 這是插銷 這個是三木鏈 三木鏈 它是一台礦車 它連接的是 是礦車跟礦車直接連接 一台一台連接是這個 這個是插銷 插銷 它安全插銷就是插在那裡 可是早期它非常非常不安全 就是有時候走的時候 就跳出來 插銷就跳出來 所以礦車很容易易走就是這樣 這是當年它留下的 留下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裡看到很多開鑿的這些物件 那一樣在這裡旁邊很多的照片 那這個是跟瓦斯也要用 因為是不是有些是屬於 跟瓦斯有關的這些挖礦的過程 我看到這邊有一張照片 它提到說先進磚孔7米讓瓦斯卸出才不會瓦斯突出 所以這裡可能在挖的過程當中會有一些瓦斯在裡頭 因為這個煤塵非常非常特殊 它叫原料煤 它這個煤炭挖出來是煉鋼的 它很多在苗栗南莊或這邊雙溪或內湖那邊 這個煤塵裡面含有大量的瓦斯 它這個煤弄出來是可以煉焦炭的 所以它是煉鋼的很重要的原料 那這個工作是這樣 每天晚上有兩個工人下去鑽孔 鑽7公尺 第二天才能開採1公尺 隔一天再鑽7公尺 而且不能在同一個地方鑽 要鑽得密密麻麻所有的洞 因為在鑽孔的過程中 你可以聽到瓦斯在噴出 所以這個煤塵還有大量的瓦斯 內湖有個福田煤光 就是沒有做這個工作 結果它引爆的時候這瓦斯大量的噴出 它噴出有點像那個 像那個瓮梨香爆米花那樣噴 爆米花爆一點點 可是它總共噴了600多噸的煤 活埋了13個工人 所以你在挖的時候 你可能會類似像氣爆的這種狀況 對 氣爆整個噴出來 那我有個師傅他就是 他那天晚10分鐘下去 他有6個夥伴就這樣噴出來活埋了 突然等到救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的溫度非常非常高 挖出來的時候那個屍體都腫脹了 可是在新竹監視那邊死了更多人 總共死了205個 很特殊裡面有43個是外省礦工 而且當時的外省礦工死的時候 他沒有家屬的 沒有家屬 他本來就是一個人來到台灣 後來他死了很多錢 勞保的錢是寄國家 等到反攻大陸家屬再來領 可是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發生的事 所以這個工作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工作 可是我們這樣一路聽下來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礦產 然後也都死了很多人 但是其實我們對台灣的這種礦災最大的印象 可能是來自於海山煤礦 所以在海山煤礦之前就有很多的類似 可能有數十個人上百人 就上升的這樣的一個紀錄 但是他其實沒有被特別的關注 那個時候是因為73年剛好新聞開始報導 非常非常多 可是那一年就死了289人 所以後來我們做的口述歷史的發覺 幾乎每年都死將近一百人一百人 就累積很多年 連了16年都每年都死一百一百人 所以其實礦災是對礦工來講 他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洪瑞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說 在瑞芳半夜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哭泣 這表示又有人死掉 所以其實死了非常多 那還好那時候 然後包括像綠色小組 或者是像前進雜誌這些 剛剛新興出來的 這種所謂的比較另類的媒體 異議性的媒體 他們去揭露這些事情 他們留下那個東西 對 要不然那個很多新聞都 就被壓住了 我們這裡其實在民國58年 也曾經發生過爆炸 那一次死了37個 死了37個 剛剛那個另外那個徐大哥 他晚10分鐘下去 他早10分鐘他也躺在那裡 你剛才談到說這是苗栗啊 這是新竹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這個礦區 不是只有集中在北部嘛 不是有在新北這個地方 或是基隆這個地方 在台灣很多地方都有礦區 是從苗栗以北 從苗栗以北 苗栗以北 像苗栗啦 頭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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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西啦 然後尖石啦 然後到這邊就整個就是 沿著基隆河沿岸 或是沿著鐵軌的路 一直到雙溪 這個沿路都是 從松山南港西子 沿路都是礦區 所以我們這個礦工的文物館 其實不只是收藏保存的 這個地方的這些一些文物 還包括台灣其他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也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看得到 另外那間可以看到 賴清德的爸爸死亡的那個 災變的報告 我們也可以看到 沿著基隆河所有的礦區 OK 那我們就到另外一間來看 我們這邊看到有很多這個照片 但是也有一些畫作 但是整個是放在一起 所以請毛大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 好 跟大家介紹 上面這排座 全部都用手繪的 是日本有一個三本座並位 他後來手繪的東西 被聯合國列為世界記憶遺產 他在一百年前 他是一個退休的老礦工 他就把記憶中的東西 用手繪繪出來 然後後來就是日本人發覺 我們採礦的東西跟他很像 很像 很像 他的動作都非常類似 非常非常類似 所以當時他就想要買這些相片 周大哥就沒有賣它 他把檔案給了他們 所以世界記憶遺產就在這邊展示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 然後那個時候是用油燈做照例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到很多 日本男性礦工身上都刺青 刺青 對 為什麼特別 變認屍體 就爆炸的時候 他用來變認屍體 他表示他是男子漢 但是他同時可以辨認他的屍體 女性沒有刺青 可是女性他們 在後面工作的女性 很多是他的太太 所以他們這叫後山 這很多可以看得到很特殊的 男性都有刺青 那也告訴就是 他們有女性 我們也有女性的礦工 所以這些圖片裡頭的動作幾乎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因為我們的採礦技術是日本北九州傳過來的 所以我們早期是日本人在這邊教台灣礦工怎麼採煤 這畫得好厲害 然後這張是我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自己做的那個模擬的坑道 這是三 三結之木 三結之木 他就做的 然後這個是信號線 信號線是坑裡一千多公尺是靠這個信號線來拉的 比如我們在底下車靠這個信號線 所以他就是一個警示的作用嗎 不是通知他 我減陽機要不要動 減陽機往上動 一拉一聲礦車停 再拉一聲礦車下降 拉兩聲礦車上升 拉三聲連著拉三聲 礦車快速的下降 拉兩短 快速的上升 拉五聲就是大家休息了 你聽到五聲 這樣拉五聲表示大家休息了 那可是你聽到拉七聲就是表示坑裡面有人受傷了 拉八聲就是坑裡面有人死亡了 然後就七聲被抓了 所以坑裡面都是靠這個信號線 所以以前也沒有無線電啊 或是在無線電這裡面也不會有用 在一千公尺的地方你很難的 都可以靠這個信號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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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傳統 其實我們這個是鋼籃的 其實我們沒有用鋼籃 沒有用鋼籃 原本是一個鋼籃 那這是麻繩 麻繩 麻繩去做的 然後你剛剛講的時候 我們採礦工人 舍石工 採煤工 絕境工 改修工 壓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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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代表當時的工種是很多的 這個時候都當年留下了工具 所以一個礦坑裡面的工種 有這麼多的類型 有那麼多的工具 然後這邊都是你們在去做訪問 因為每一種不同類型的功能 壓車工也好 或是軌道敷也好 都有一些受訪的對象 那個就宜文老師 他們做口述歷史的時候 每一個人就是用畫 把它畫下來的 然後這一張圖 讓你看到一個很驚訝的東西 這一張圖就是對面 正對面 就對面有個復興坑 當時所有的石頭都往基隆河堆 所以你現在看不到原來的樣貌 包含那條公路都是堆疊出來 這邊後來有一條公路 就是復興坑當初挖出來石頭往河裡倒 後來不可以往河裡倒 就往山上倒 所以後面那個山都是堆疊出來的山 所以原來沒有這些 沒有這個樹 不是這些樹 然後是慢慢堆疊 然後長出來 堆疊出來 長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經濟發展中國 這個基隆河整個被堆疊掉 所以就是下游會有淹水 淹水 跟我們這裡有關係 對 然後這一張圖是告訴大家就是 這個是整個講的 基隆地區的礦區的分布圖 然後日本人其實是他有戰略想法的 他從這裡是八度火車站 軟軟火車站 然後他是沿著鐵路邊上都是礦區 然後同時也是沿著基隆河 沿著基隆河 所以他的採礦完全都是 利用基隆河河水 然後運輸軌道是在沿著那個礦區在運 所以很大一部分當時是運到基隆 運到日本去的 那像這邊就是海底煤礦 這個就是深澳火力發電廠 海底煤礦 深澳火力發電廠 這邊就是劍基煤礦 它有個海底大斜坑 這是海岸線 所以它在這一塊 這塊後來就是漢人沒有辦法做 找了很多阿美族來這裡做 這就是海底煤礦 那我待過這個大幅煤礦 這斜坑下去我也在海底 這個坑非常非常熱 你覺得因為離地表面已經500公尺 這裡是600公尺 所以它更熱地熱更熱 所以當時日本人整個的這個能源的規劃 是看起來是相當有 有戰略性的 有戰略性的 所以它都是沿著鐵軌 沿著基隆 這難怪日本人一直想要買我們的東西 對 因為對它來講 它這些礦都是當日子時來開挖的 那我們這裡最早搭在一年二年 所以這些礦其實不是只有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什麼 經濟的歷史或是勞動的歷史 它其實也是一個殖民的歷史 對 殖民的歷史 這個殖民歷史也是一個 我覺得從政府的角度 它更應該要重視這個殖民的歷史 對 那個當然就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到底我們要保留什麼東西 因為它不是一個個人的故事 不是一個勞動的故事 不是一個經濟的故事而已 還是一個整個殖民 跟國家之間那種所謂的大的 當時的世界關係底下的一個縮影 一個具體的例證 所以後來宜文老師他們還找了個資料 在萬里那邊的煤礦更早 在1640年 荷蘭人就在那裡挖礦 所以它的歷史往前推出要400年 可是這個 萬里那邊採煤 後來我們找到的資料是 早期都用很多原住民 原住民就是荷蘭人用原住民在那裡挖礦 所以萬里的聚落比我們更早 所以像後來像比如我在這個大福煤礦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工人是萬里過來的 因為萬里的礦先挖完了 然後就往山裡面的 就往海裡面挖的 這就是當時我們做的那個 那個柏千 藝文他們做的那個 就是當年的死在坑裡面的一些人 所以你剛剛提到那個賴副總統 就是賴總統他的父親也是在 對 這邊有個記錄 賴曹金 男 33 歲 你看投保日期 41 年 12 月 1 號 在坑裡面工作 15 年 瓦斯自習時在那裡 其實他是一氧化碳中毒師 這整份報告就是當年 就是周大哥留下的這個 第一個就是賴曹金先生 他那時候才 33 歲 就是同時死在裡面很多都姓賴的 然後這個都是他們家族的人 所以賴清德有過來看過嗎 沒有 沒有看過 其他幾個人都有來過 然後後來 苗炎威老師有幫忙去找了這樣的資料 回頭講就是賴清德的爸爸很冤枉死了 就是坑裡面失火 其實他那個坑沒有失火 是在別的坑失火 就是隔壁就是剛剛講一道一道的 他是另外一個坑失火 結果那邊的失火的人跑掉了 可是他把風車關掉了 然後煙又跑到他們那邊 就沒有辦法把那些氣抽出去 沒有把那個煙排掉 排掉 然後那群人 然後 當場死了四個 他爸爸跟另外一個監工 爬到那個斜坑口 可是救護隊來了 就是你這樣想先救監工還是先救他爸爸 一定是先救監工 其實監工救火了 再救他爸他爸死掉了 所以他可能要看到他當年他父親那個 就是被壓迫的年代就是 他就會越弱勢的人越變越遠 然後這一章就比較看得清楚 就是我們聯繫幾年死了那麼多人 那個當時平均都150個人 每年都死150個人 然後1984年就是死了最多的 死了289個人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是台灣採煤的末期了 這一段時間就剛好是能源危機 所以為什麼到了末期之後還會突然間 可是就是因為已經挖得越來越深了 他危險度越大 他發生災變的時候他越嚴重 而且那一年就是連著三大災變 就海災沒光 海災一根 煤災沒光 所以那一年就死了最多289個人 可是長期以來像1963 這個都是超過150個人 每年都死超過150個人 所以其實因為一直到了1984年左右 大家才真正的開始關心這些事情 因為早期每年都這樣死了 並沒有注意 並沒有那麼完全的注意他 所以那個是一個壓抑的年代 這個是你們前幾年去抗議的照片 這個不是 這個是那個年代 就是那個 就是鬥賞的那個 那個電影小 電影小小說 就是那個時候是在講那個 當時那個誰那個 工商協會 他們在禁人勞工中心 帶了一群那個 實地那邊挖出那些礦工 民國85年一直到96年才承認 所以96年之前死了很多人 他也沒有直哉的認定 可是對我們來講 直哉認定是有點殘忍 就是一次買斷 就是我把你認為殘廢 我就一次給你錢 可是他越到晚年 他其實狀況越來越糟 所以他就是 所以礦工來講就是 那陳佩生會跟著一直走 當時有個研究 就是台大醫學院的 楊思彪後來做台大醫學院院長 他就針對金瓜石的金銅礦工人做的研究 這個是最痛苦的 就是死亡非常痛苦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可以看到我們的工資卡 工資卡你看 他一個月是沒有休息的 沒有休息 所以這上面的 就是他工作的天數 對天數 所以他你看 然後每天上面都有數字 每天就出來數字 每天出來數字 他六四年六月下期 都三千兩百三十六個 他是半期三千兩百多塊錢 所以 當時我們並沒有什麼周休二日 或是禮拜六禮拜天 頂多是拜拜的時候 我們才休息 所以那個時候的工人 沒有什麼假日的休息 你看 這是日期是嗎 對日期 然後每天 每天的工資 然後每天都有工資 每天都有工資 所以他就是有日期就有工資 也代表他是有在上班 所以他沒有什麼周休二日 這些東西 沒有周休二日 也沒有什麼禮拜六禮拜天 這種高度的那種勞動的那個強度 那麼密度那麼強強度那麼強 然後工作的時間這麼長 這身體可以受得了嗎 對 這不談那個職在工是身體的狀況 可是問題是 他有做才有錢 他休息就沒有工資 他是論見記仇的 所以這個整個是他論見記仇的工資 我們這個卡片你看 背後是他可以借資的 借資 就是他要跟老闆預資 不是 他可以跟老闆預資 或是去福利社買東西 扣東西扣下來 就是類似像奢帳 對 奢帳 可是有些東西你還可以跟民間奢帳 民間奢帳一個禮拜的利息是三分利益 他就是我 像你借一百塊錢 你就扣三塊錢 就是我拿到九十七塊錢 可是我下個禮拜還不起你 你就給我九十四塊錢 我變成欠你兩百塊錢 就利障滾利 以現在來講是高利貸 但是那個年代對礦礦來講 他很重要的是錢我馬上拿到 所以說 剛才講的是錢很現 水貪水貸水貸多少錢 水貸可以開去 就開去才是我的 沒有開到一面白人的 這樣比較實在 比較實在 對他們來講就是那個年代 你沒有辦法說是對錯 他就那個年代我需要 所以我們這邊有很多民間放高利難 明天是三分 周大哥他們還是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利 半價 半價是八分 一價是十六分 可是那個就是你有工需的問題 可是你向公司借比較便宜 它兩分利 一個禮拜兩分利 但是你也要有 但是一旦開始借貸的時候 你就一直要 一直在做啊 才能夠還得了啊 然后你就一直被卷在这个里头了 所以周大哥有这种房子 当时就是因为借高利贷借到还 房子都低给人家 你想想他爸爸受伤 他跟他爸爸他妈妈三个人赚了 一个人赚钱是要留着生活 另外一个是付利息 另外一个还本金 你怎么还也还不清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工资卡 可是现在看这个工资蛮高的 你看美国六十四年 半个月三千两百三十六 我们用黄金来比的话 那时候一钱才三百块钱 所以你半个月可以赚十钱的黄金 但是那个代价也很高 就用命换钱 对啊然后你看得到不一定花得到 不一定花得到 对啊 那这个庄大哥他现在有沉沸 你走在路上会说 我特别死啊 他每次讲都这样子 尤其像这种天气他是更辛苦的过日 今天非常谢谢毛振飞 毛大哥 还有刚刚我们的周桃南周大哥 来帮我们介绍这个文物馆 我想这个文物馆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过我自己个人是有一些好奇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文物 或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不管是从台湾的这个经济劳动 或者是整个国际之间的战略的角度来讲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这叫历史 可是我回到一个更个人的部分 就是我其实蛮好奇 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认识毛振飞 毛大哥都是在街头上面 然后就常常会去冲撞政府 然后冲撞直发甚至也被逮捕 好被批发逮捕 那后来你就比较淡初在这个台湾的街头上 就消失了 但是突然间发现你在这里 你从以前是一个矿工 然后再经历过这么长的街头抗争 那又回到这个 为什么你会回到这里来去担任这些导览的工作呢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 就是非常艰困的那个 你看到你的伙伴就死在那里 甚至或是在那过程中 你自己也差点死在里面 所以这段故事其实是 当周大哥他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邀请我来 可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相片的时候 我是满框的泪水 因为我在这环境生活过 所以后来我在运动里面很敢冲撞 是因为那个都不危险 没有这个危险 所以那个反而是可以放心的放胆的去做那样的事情 可是这个是真的值得被留下来 而且我自己是一个外申家 你会更感念这样这一块矿工 所以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们家是烧煤炭在煮饭 可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上 才有那个煤炭 当你下去的时候 你发觉我原来采煤是那么艰困的 所以你会更怀念这一段日子 所以我来这里就是 其实我要谢谢周大哥他有这个机会 让我又投入另外一个环境 所以做解说或是把这样的故事留下来 这个故事假如没有留下来他就没有了 甚至很少人知道我做过煤矿 是因为我来这里人家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你做过煤矿 我今天才知道你做过煤矿 我今天就是一个街头的圣战士 然后冲撞 原来这个冲撞是跟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连接 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是一些关联的 因为这个经验真的很可贵 可贵到就是你在街头 你发现那个冲没有这个辛苦 没有这个可怕 所以大家也是这样子把自己的胆识练出来 这个是我练出胆识的地方 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你也非常的 不管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或你的成长 都跟这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然后这里也给你一些 体会到那个做一个劳工 做一个工人的辛苦以及危险 那甚至变成是你上街头的某种的勇气跟力量 那但是回到一个很现实的状况 就像我们一开始问到了周大哥 就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被这个屋主地主给收回去 那你有什么样期待 或是你会什么样担心呢 当然假如说被地主收走了 或这段历史就停滞在这里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对台湾整个经济发展中 它那么重要的一段故事不见了 甚至没有人重视它 对 那是真的真的有点可惜 甚至几乎是真正的非常非常可惜 有那么多人在这个里面的环境 牺牲掉生命 能够推动我们继续讲这故事 其实我们是在帮那群 已经不能开口讲话 在讲话 所以我们有个使命感 就赶紧把这样的故事一直传下去 一直传输下去 这样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就是说对于历史 很多人都觉得说 包括刚刚转型正义的历史 或是过去的 不管是政治 或是这些发展的这些历史 大家都说过去就算了 然后但是其实不是算了 我们当然不是要去什么讨什么公道 是说现在做这些事情 是在帮未来的人留下他的记忆 留下他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才能够从过去的经验当中 去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识 对啊 这样讲 我自己在矿场待过 然后我离开矿场以后 你回头看这样的故事是被压迫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压抑 而且这样的单位里面 竟然有几种派在里面 那早期我在那个矿场的时候 我们也有个矿场的人 可是你跟他好像很难接触得到 很难在一起的 因为他就是跟你不一样 就是跟我一样是外省人 但是他不是我们这样的二代外省人 他又是一个早期叫保房士 然后后来改成那个安全士 然后最后又变成公关士 可是他背后就是在监督工人 所以转移政议这块是真正被遗忘掉了 没有人帮这群工人在讲 所以我们认为是 这段历史不可被遗忘 而且应该要被留下来 所以有些学者来看的时候 我想想很多学者会很感动 甚至很感伤 就是这段是真的被完全遗忘掉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历史他不应该被忘记 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 他可能就没有生命 那是非常谢谢周先生 还有这些旷工们 还有毛大哥 谢谢老师 把这些东西整个保留下来 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这个文物馆 未来会怎么发展 其实我们都还是必须持续的关心 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做更多的报导 跟讨论一起来 让更多人来关心这件事 那今天非常谢谢毛先生 谢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